俗话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最近在美国一次军演中 美军让动物当上了士兵 这群入伍的动物是宽文海豚 主要任务是搜索水雷 大家都知道水雷这种武器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它造价低廉 威力却不小 并且难以被发现和排除 常常以小换大 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 还有许多战争遗留水雷没有被排除 所以各国一直都没有放下排水雷的工作 世界级的军事强国美国也不例外 而美国在这一次的军演中投入海豚士兵 就是在探索排除水雷的新方式 在这次的演习中 美国士兵们先将参演海豚装在特别折叠的店中 跟随快艇到达直进地点后 为海豚带上专业的标记装置 然后将海豚投入到探测区 这些海豚在海下如果发现有水雷 就会将标记装置放在水雷附近 以做提示 如果海豚正确地找到水雷的位置 那么训练员就会为海豚鱼作为奖励 其实美国不只训练了海豚 还训练了海狮 甚至现在还在测试 鲨鱼 海龟和海鸟等这些动物的能力 方便以后让这些动物做到探测 定位等工作 但这种做法遭到了动物保护人士的谴责 他们认为不应该让动物去从事 这种危险系数高的工作 这是不仁道且残忍的